应对这些突发的重大病 例如非典 例如潜流感 还有就是非洲的伊波拉 都需要国家 都需要每一个地区 建立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系统 就是防控的能力与系统 在这方面 咱们国家现在确实是引领全球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咱们国家两队应急医疗队 都是世界卫生主机第一批批准的 给他们认证 这个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就是承认他们的水平 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当然咱们国家在过去 也做了大国的担当 尤其是在全球 卫生安全这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感谢观看